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念念极正 有念念成邪 有无拒不计 唐玉白牛车 无念念极正 无念非恶念 亦非善念 亦非杂念 而是正念 正念是离开善恶的 有念念成邪 你看到茶杯 你既没有善念 也没有恶念 这叫无念 你看人 觉得他是好人 还是坏人吗 没有好 也没有坏 你确定可以这样看吗 我上课上的怎么样 就是这个样子 你讲话像开悟的人 我叫你看茶杯 你很直接看的时候 你内在就是无念的状态 你看到别人时 念头就来了 那个人怎么样 这个人怎么样 虽然不错 但还是怎么样 你看到茶杯 不思善 不思恶 为什么看到人 就思善思恶 因为茶杯跟你没有关系 你才能无念 这些人跟你有关系 你就有很多概念和想法 你为什么不能以无念 看世间的一切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如是 法尔如是 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你不需要起一个批判他的念 你常常有自己的看法 这就是你讲话的模式 你浅见 高见 无见 都是你的见 你生起了你的概念 在分析 我们自己可以创造无数的公案 我问你 就是一个公案 问题是你是否能直接明白道理 你说 我看茶杯就是茶杯 就是这个样子 你现在可以这样回答我 但你自日常生活不可以这样回答别人 你不可以只停留在这种状态 无念 念极正 就是没有分别对待的杂念 有念 念成邪 即 无论是善念 恶念 只要是自己生起的概念 就会成邪 你有分别对待的概念 所以六祖要你无念 是要破你分别对待的念 你明白了 就不可以活在无念的状态 因为它又是另外一个陷阱 故六祖接着说 有无惧不计 常遇 白牛车 你看到了什么 你的回答还是茶杯 你第一次回答我一百分 第二次就是零分 因为你的概念不会变 你不懂妙用 你第二次回答我 它是茶杯 就不对 它根本就不是茶杯 因为茶杯非茶杯 你现在看这个茶杯 是用什么念在看 你是用烦恼的念在看 你很烦恼 我怎么回答 比如 一个没有钱的人 我们叫他好好赚钱 一个赚到钱的人 我们叫他不要执着钱 他就以为我们叫他不要再赚钱 这是不对的 无论你停在哪一点 那一点就是障碍 举个例子 你慢慢修 修到有一天你成佛了 因为你辛辛苦苦修 比如 你也成佛 我也成佛了 我这个佛来拜见你这个佛 我要投胎到地球去 要当一个老师 你也投胎来 当我的学生好不好 你不可以说 我好不容易修到这里了 你又叫我往下降 你若停留不动 就不符合缘起 也不能随缘 更不能贯通无常 如果你达到一点而抓住它不放 你就掉入棱原经里所讲的五十阴魔 使法界的众生哪个比较高 那是平等的 他洞中有静 静中有洞 角色随时是可以互换的 观世音菩萨早就成佛 叫正法明如来 他为什么又变成了后补佛呢 你说他是正法明如来或观世音菩萨 对他而言不是问题 他只是随着因缘扮演角色 而且他的名穿又代表他整个修行的过程 无论你怎么修 修到哪一个辈子 你停在那里就是不对 有无惧不用 因为那是分别对待 从世间法到初世间法的分别对待 都是陷阱 从世间进入到初世间 在初世间修行成就 你还有初世间的概念意识不对 大城和小城是对待 弥和物也是对待 我问你 你是凡夫还是圣人 你说你是圣人 可是圣地亦不为 当你能够打破一切对待 即能长御白牛车 白牛车即大白牛车 这指的是一佛城 文后思维如何打破分别对待 心平何劳止戒 行职何用修缠 赶六组会能大事开示 赶达观师父教会 赶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